大家好,我是素颜初见的钟小姐 有一个瓜呀,我已经忍了很久了 我一直想弹这个瓜 但是一直到今天 我才终于实在没忍住 就是美国华人传王的女儿 一个小女儿叫赵安吉 她本人今年才50岁 她在美国出生的 然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 就妥妥的这个叫什么 高学历,高智商 还有高收入的三高女性 然后她的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但是莫名其妙的在大年初一的晚上 在私人的农场里 然后在倒车的时候 坠入这个池塘里面 诡异的身亡 就这个瓜 我其实忍了很久了 因为我之前 我有一个视频我有说过 我说我不想谈这种人命关天的政治事件 因为这很明显的是一个政治事件 你知道吗 所以我本来是不想谈的 因为这种 你知道吗 赵安吉为什么会死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这种 涉及到很深的政治事件 就很容易碰到这种诡异的事情 所以说我不想惹事 所以我今天这个视频 我虽然谈的是她的这个瓜 但是我声明了 我不会谈到任何政治问题 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今天才真正的爆出来 比较具体的几个他这个案件的几个细节 所以我今天纯粹是做一个福尔摩斯 做一个推理 推理破案的这么一个视频 所以呢 这个这个瓜呢 就完全跟政治没有关系了 我只是在试图用目前大概能够知道的一些 就是已经公开报道出来的 不是警方爆出来的料 而是媒体爆出来的料呢 基本上呢 我觉得目前的这些线索 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瓜呀 汇聚到一起 基本上就是我能够大概齐的看到这个事情 可能性的面貌 就是原来的真相是什么样子了 所以呢 今天就做一个推理的小视频啊 然后我再说一遍 这个事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也不谈政治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知道赵安吉呢 他爸爸是就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华人传王 应该在华人界里面 他应该是就是首富 或者说是就是第一名的那种那种传王 资产多少多少这个亿 我就不知道了 这些这些资料背景 我就都都没有去管 我也没没花时间 花精力去去搜这些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已知的呢 就是说他爸爸 就是现在已经90多岁的 这个这个华人传王呢 就是跟他一直很爱国 然后他跟大陆的领导人 也是那个校友关系 所以说他一直都是在资助 或者说投资吧 投资中国的这个船舶的 这个这个造船事业 因为他在美国就是造船起家的嘛 所以他其实一直算是一个爱国华侨吧 或者说爱国的美籍华人 那么他的几个女儿呢 就他好像有六个女儿 很好玩啊 他有六个女儿 没有儿子 然后他那个赵小兰 我忘了是他的大女儿还是二女儿了 反正就是他这几个女儿 反正就都挺争气的 因为这叫什么 匠门胡子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那个最出名的 可能是不时时代的那个 前美国的劳工部长 赵小兰 然后他的老公 好像是哪个哪个州的什么议员 还是什么 我具体记不清楚 大家上网去搜 这些就跟这个案情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我只是作为背景 因为要谈到他这个案子 就必须要谈到这几个背景 所以我只是作为这个案件的背景 简单的提一下 那么呢 就是说这个赵小兰 他自己虽然现在 我也不知道他是 现在还在不在政界 但是他至少没有在做那个劳工部长了 但是他的老公现在还是一个政治界的人物 好像他老公也挺大年纪的了 七十多八十了 我不知道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说这个赵安吉 那么在这个传王的六个女儿当中呢 赵安吉他是最小的一个女儿 然后传王也特别喜欢他 然后我看到网上的资料呢 是说八十年代左右 那个传王他去 就他爸爸去中国 然后去投资 或者是那种中美合资的这种形式啊 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赵安吉才 十五六岁 他可能八八年左右 这个赵安吉就到国 就跟他爸爸一起到中国去 然后他爸爸在那个中国 就是合资 帮国内开那个传播场 然后当时他就 虽然他当时才十五六岁的年龄 但是他好像有上台 是表演还是上台就是演讲 我忘了 反正我看到有这么一个新闻 有这么一个爆料 还有照片 就是说他当时就是 虽然才十几岁 可能还是一个美国的小高中生 或者初中生 但是他在那个国内的 跟着他爸爸一起去 国内 不叫旅行吧 叫出差或者是公干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对这个传播 制造业 传厂的这个 这个 这个行业 一个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 所以他爸爸实际上 是很疼爱这个小女儿的 就是一直把他当作 接班人在培养 然后呢 后来事实也是 就是在他去世之前呢 实际上就是 赵小兰是从政了嘛 对吧 那么他传门的其他的 另外四个女儿呢 就都没有就是接触 这个传播 这个行业 那么只有赵安吉呢 是接手了他爸爸的 这个庞大的 这个造船业 在美国的这个business 美国的这个造船业 那么他爸爸已经90多岁了 好像很多年前 他爸爸就已经退居二线了 所以呢这个赵安吉呢 现在是名义上 就是他们这个家族企业的 他就基本上就继承了这个 真正的继承了这个 美国传 美国华人传闻的 这个衣博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怎么会 莫名其妙的 然后在大年初一 也就是大概十几天以前 会这样突然的就 莫名其妙的就 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呢 这个我尽量说快一点 虽然现在已经七分钟了 我才连背景都还没介绍完 这个赵安吉 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物 他就是非常的能干 非常的 我说的他是三高女性 而且他又是 哈佛商学院毕业的 然后他的第一任老公呢 比他大20多岁 是一个几十亿美金的一个巨富 美国巨富 然后呢 但是那个老头呢 跟他结婚好像才几个月 三个月还是六个月 我忘了 就去世了 然后呢 这个赵安吉呢 当时他是这个 遗孀嘛 这个老头的遗孀 一个小娇妻 他当时也就是二三十岁的年纪 那么才结婚几个月呢 他这个亿万 身家几十亿的这个 夫君呢 又去世了 但他说实话 他还真不是高攀 因为他自己 就是他们赵家的 这个传播行业 也是 我不知道具体多少钱 这个资产也是 不会少于 一二十亿的 这么一个资产 所以他也 他这个价的 应该叫门当户对 不叫高攀啊 那么所以 但是呢 因为他刚结婚几个月 他老公就去世了 他老公之前呢 有好像是有三个前妻 美国的太太啊 那个老头是个美国人 因为他 他老公去世的那么 那么快的 跟他刚结婚就 就走了 然后他的 这个老头的三个前妻 包括这个老头 之前三个前妻 生的各 我不知道具体 有多少个小孩 然后就跟这个赵安基 打官司 就打了很多年 最后我 我的这些八卦 我就没有往戏追 我只是说 我为什么要谈到这一点呢 因为我马上就要谈到 他的第二任丈夫了 那么他的第一任丈夫 就是一个亿万富豪 然后跟他结婚几个月 就去世了 所以他也没有小孩 跟第一任 那么他后来呢 我忘了是 多久以后了 就是他第一次结婚之后 第二次结婚 是隔了多久以后 那么他嫁的 这个第二个老公呢 好像是比他大 12岁就大的 没有那么多了 然后也是 美国的一个 非常有钱的 身家好像 我记得是30亿美金 还是20多亿美金的 这么一个 就是也是美国的 一个富豪 而且呢 这个美国的 这个富豪呢 他特别热衷于 投资中国的产业 尤其是非常出名的 这个IDG 就是中国那个 这个IDG的 投资集团呢 就是著名的 这个中国的 天使投资人 熊小哥 那么熊小哥的 那个背景 我就没有再去查了 但是我估计 中国投资界的人 对这个人 应该都是了如指掌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自行去查一下 这个人物关系图 会越来越复杂 但是我这些人物 都必须要点到 不然的话 我就没有 最后就没有办法 推理推出 他为什么会命丧 池塘 这么优秀 这么牛逼的一个女人 最后居然 倒车 命送池塘 这个人是实在是 我说到这里 忍不住想了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那个 因为这个 我就觉得这些 戏剧性的事情 全都 我跟你讲 真的有时候啊 你再好的编剧也好 再好的小说家也好 你都编不出来 这样的剧情 现实永远都比 都比那个 所有的影视剧 所有的小说 或者是文学作品 都各家的拍案惊奇 你知道吗 好我接着我再说啊 那么背景呢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他嫁的 第二任老公呢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一个投资大鳄 那么他在中国呢 也投资了很多的 初创企业 然后包括 还有国内的 那个就是 对于学术界 招揽学术人才的 这个千人计划啊 也是 赵安吉的这个 第二任的 美国老公投资的 他就是那个 千人计划的 这个投资人 那么这千人计划 基本上都是搞 学术界的 就是很厉害的大腕 比如说 什么物理博士啊 数学 数学博士啊 就这些精英啊 各个大学的这些教授 美国这些大学的 华人教授等等等等 anyway 这个我就不扯了 那么呢 就是在 赵安吉 在大年初一晚上 去世的 大概前两天 还是前一天 美国呢 刚刚 把这个 赵安吉的老公 叫布雷耶 布雷耶投资的 中国的这家 巨大的投资公司 叫IDG的 这家公司呢 列入为军工 中国的军工企业 所以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个原因呢 赵安吉的老公 布雷耶 在这个消息发布之前 布雷耶呢 就在美国的媒体上呢 就公开就是 发布了一个信息 就是说 他将暂停 对中国的投资 就是他 而且他当时说了 他在18个月之内 都不会再对中国的 不管是IDG这家 已经上了这个 美国的这个 这个名单的 这家投资公司 还是其他的 中国其他的 出创公司 或者是投资公司 那么这个 赵安吉的老公 现任老公 布雷耶呢 就说 我暂时不向中国投资了 而且这个为期是18个月 我要观察18个月以后再说 那么 在 美国把IDG 设定为这个 中国的这个军工 企业之后 和这个布雷耶 在美国公开发表声明说 他要停止对中国投资 18个月之后 那么 也就隔了一两天 这个赵安吉就出事了 那么现在呢 就是网上大部分的 华人媒体 包括这个 美国的这些媒体呢 大部分的爆料 都是把这个矛头啊 把这个 第一 认为他不太可能是自杀的 认为他应该是 被谋杀的 那么第二呢 因为最开始 在今天这个料爆出来 就是今天的爆出来的料呢 就是 他这个赵安吉 这个车子 倒入池塘 倒车入池塘 这个具体的地点 时间和这个 打电话给警察 报案的这个报警人 这三辆最重大的 这个 本来应该是公示的信息 在过去的这十几天里面 一直是被警方 闭口不谈的 他也没有公布这个信息的 那么 这就是因为他 这个警方不公布 这个应该公布的 这三辆信息 就是时间地点人物 那么警方一直不公开这个信息呢 所以说大家才会纷纷地猜 这是一个谋杀 因为你很明显的一个 你死了人 然后你又不给人家尸检 然后你又不公布 到底他是在哪死的 是怎么死的 是谁打电话报的警 这些关键的信息 你警方都不报 所以大家就越发觉得 这里面有猫腻 就觉得这是一个谋杀 那么所以在今天这个 这个信息公布出来之前呢 所有的这个 我看到的这些媒体 还有新闻什么的 包括美国的媒体 还有最主要的 还是华人媒体 因为这个事情 毕竟是美国的华人传网 所以说华人 关注的更加多一些 那么大家呢 都是把直接箭头 就直向了 直向了国内 就说这个事肯定就是 赵安基肯定就是 国内的人下手 把他给杀了 暗杀的 这些料爆出来的 也不是警方爆出来的 这个我后面会谈到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 叫什么Kelly 我忘了他名字了 这个爆料人今天 据说他昨天一口气 发了八条Twitter X 然后就爆出来了 这些细节 就是警方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公布 赵安基到底是在哪死的 那个牧场到底在哪 那个牧场的主人是谁 然后呢 打电话爆料的人又是谁 等等等等 然后他死亡的方式 到底是他自己开车 还是像中国的财新网 财新报道的那样 是被一个大卡车 给撞进河里的 池塘里的 总之呢 在今天之前 就这些东西 就都没有被确认 那么今天呢 由那个爆料人呢 发了八条Twitter 在昨天发了八条Twitter 把这些关键信息呢 暴露出 曝光了一部分 那么有了这些关键信息以后呢 那今天我看到的 这个华人媒体 就全都在分析 就说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那这些我现在 这个视频已经是15分钟了 我没有时间讲了 我会再录第二集来讲 几条关键线的信息 出来以后 那么大家就更加的分析说 那赵安吉应该是被人杀人灭口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之前 好像他是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他担心FBI会找到他的老公 约谈 或者是要找到他约谈 所以说呢 他们就觉得 赵安吉是被人杀人灭口 这样死去的 那么我下半集 要分 在我上半集 刚才我 刚才我这过去15分钟 把这个背景 基本上七七八八的 简单的介绍了一遍 介绍的差不多了 下半集我就要重点的分析 就是 我个人分 经过我个人的推理和分析 我得出的结论 我根据目前的 曝光的这些材料 得出来的结论是 我认为他不是被 不是被 至少不是被 中国的人 所谋杀的 就是如果 我现在得出来的结论是 我觉得大概率 他是自杀 或者说是意外身亡 而小概率 他会是被谋杀 而他即使是被谋杀 也应该是美国方面的 某一些人 下的手 而不太可能是中方 为什么 我在下半集里面 会把我这个整个的推理过程 和结论 说的 清智清楚楚 大家好 我是素颜出镜的钟小姐 然后现在我来讲 下半段的 就是重点的推理 然后因为我不知道 我大概要 花多长的时间 才能够讲清楚 这些推理 所以 这个视频 不管是10分钟 20分钟 还是半个小时 我都要一次性的把它录 搜了一下 他的这个准确的 就刚才我不太确定的 一些信息 首先呢 他的姐姐赵小兰呢 是1953年出生的 所以他今年已经70岁了 那么他现在应该已经是退休了 没有在职位了 然后这个赵小兰 也就是他 他姐姐的老公呢 叫米奇 麦康迈尔 2022年11月16日 米奇麦康迈尔 以37票赢得党内 吴济明投票选举 连任美国参议院 共和党领袖 所以他都82岁了 还在当共和党领袖 难怪了 这就更加印证了 我之前 我在搜到这个资料之前 我的那个推测 Anyway 我讲到那里的时候 再讲这个关键性 记住啊 现在这个 就是赵安吉的大姐姐 的老公 也就是他的大姐夫 是现任的 美国参议院的 共和党领袖 很厉害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回来讲这个赵安吉 然后呢 我刚才说的那个 有一个人 昨天连发了八条推特 那个人 我也找到了 叫卡尔贝斯 那么他连发的那八条推文 我还没找到 但是呢 我找到了 他在这个 英国金融时报上的 这个profile 就是上面有他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 或者是他写的文章的 那么一个 我还没来得及细看 我只看了一下 他那个title和清单 那么基本上 我可以得出结论的 第一呢 他的确是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 美国投资人 虽然我目前还没有搜到材料 我也来不及 刚才就休息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我来不及搜到 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和他有什么样的内幕 和以及他有什么样的人脉 能够知道 这个赵安吉 去世当晚的 这么多详细的情况 也就是他昨天在 2月22号连发的8条 推特的那些料 那么是 也要感谢 因为目前这件事情 从出世到现在 就是从 2月10号 赵安吉 意外身亡 或者说 不管他是谋杀 自杀 还是意外 Anyway 我们现在就说 2月10日 这个赵安吉 遇纳 在我们没有确定 他到底是不是意外身亡 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说 他的趋势 这件事情 OK 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 断定他是自杀 他杀还是意外身亡 OK 所以呢 就是在2月10号 赵安吉去世的 之后 第一时间呢 是我看到的 第一时间的新闻 那是财新网 爆出来的新闻 那么财新网 当初爆出来的新闻 很诡异 他说的是 赵小兰开车 行驶在路上 然后呢 在过桥的时候 被一个大卡车 穿过来的一个大卡车 抨击 把他撞到了 把他的车撞到了 这个私人池塘里 然后当时呢 就是国内的媒体 中文媒体 就都在转发财新的 这个消息 新闻 但是目前 后来呢 就被证明了 财新发的这条 新闻呢 根本就是假的 不存在 因为现在就是说 基本上警方也确认了 他们是在这个池塘里面 发现的 他的这个 这个车子 和他的这个遗体 那么出事的时间 事发时间呢 是在2月10号的 半夜 晚上 他们报案 好像有一个12点03分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时间 但是我不记得这个时间是他这个报案的时间 还是说警方赶到现场的时间 Anyway 就是他是在2月10号 赵安吉是在2月 今年大年初一 2月10号的晚上12点 那就已经是到2月11号了 实际上就是2月11号的凌晨12点 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时间 赵安吉在 这个这个 他姐姐的牧场的这个池塘里出的事啊 是这么一个 就是准确的说法就是这样子 那么警方发布的呢 到目前为止 警方都没有公开 第一 这个他出事 赵安吉出事的这个 农场 到底是谁的 还有这个水塘 他被淹死的这个水塘 到底是 就是这块地的主人是谁 大家都不知道 那么之前呢 就是因为警方一直隐瞒这些信息不报 所以说呢 所有的媒体 都在那里 也不能叫阴谋论了 因为在没有任何 信息源的情况下 就大家都在猜 他是被杀人灭口 就是大家为什么都在猜 他是被杀人灭口 赵安吉是被杀人灭口呢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整个太诡异了 这个整个 然后查到他 他爸爸那个传王的那家公司 叫福茂公司 福茂集团 所以赵安吉现在是 福茂集团的董事长和CEO 换句话说 赵安吉现在就是 美国的这个女传王嘛 因为他已经继承了 他爸爸的衣博 这么大的轰动的一个事件 然后警察居然不敢报 说他到底是在哪去世的 然后出事的整个细节 经过都是怎么回事 警局一直都在调查 而且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警方又不肯去这个解剖尸体 因为很多这个媒体人 还有包括的专门 专业的法律界人士 就都说了 说要判断他到底是 被人暗杀了以后 塞进车里 然后把这个车推进池塘的 还是说他真的是 开着车掉进池塘 然后因为这个河水 这个窒息而死 这个很简单 你只要一 解剖尸体 就能够 就能够查出真相来 因为如果你是被淹死的 或者是被毒死的话 你这个 他如比如说 他如果是被淹死的话 那他在 打开他的这个尸体之后 是能够在他的肺部里面 找到那个河水里面 被生物啊 或者是那个水草啊 之类的东西 那在肺部里面 他是呛死的吗 那都是有肺部残留物的 所以只要解剖尸体 他的死因 是完全可以 立刻就能查清的 那么就是因为警方呢 又说不解剖尸体 这个就给大家更加觉得 哎 这是 那就 那就应该是被人谋杀 或者怎么样 然后这个警察也在这里 玩猫腻之类之类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信息 他不公开呀 才会造成了 大家在 从2月11号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一直到 昨天 2月22号 这12天 11天 12天的时间里面 大家都整个在一个 迷雾的状态 都不知道发生了 什么下的情况下 才会 纷纷的猜测 他是被人杀人灭口 他是被谋杀的 那么昨天2月22号 这个叫凯尔贝斯的 这个美国的投资人 一爆出来的8条推特呢 里面有非常详细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他爆出来的这些料 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目前呢 这就是我们能够掌握到的 就是说至少是公开信息来源 里面能看到的 唯一的真相 而且说实话 他爆出来的这些料呢 也的确解释了 为什么警方在过去的十几天 一直都没有公开赵安吉出事的地点 以及为什么不给赵安吉做尸检的原因 那么就是因为昨天呢 这个凯尔贝斯呢 就爆出来呢 说赵安吉出事的地点 是在他姐姐赵小兰和他老公的 名下的那个房子的那个农场 所以说这那那这就那这就就很能够解释的通了 因为他等于换句话说 就是赵安吉是他是在他自己家里人的 这个这个牧场的这个这个水塘里面 然后甭管这车是怎么掉进去的吧 就是身亡的 那么所以呢 也就可以想象到呢 那这个报警人 即便不是赵小兰和他老公 也是比如说是赵安吉的和赵小兰的其他的亲人 或者是他们家的这个保姆啊 或者是司机啊 就类似的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是一个家庭事件呢 当然就是从法律的程序上说 我们不能说因为他出事的地点 就在他自己的亲戚家 那么他就不是被谋杀的 但是就说这个嫌疑就要会低很多 而且呢 还有一个 为什么这个警方不敢泄露 就是说一直不敢泄露这个这个农场 他出事地点的这个农场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和包括这个地址都不泄露了 就是因为那如果是人家的自己家里的家人 他的亲姐姐的话 他的亲姐姐当然有权利要要求保护这个他妹妹和他自己的个人隐私啊 他当然是 就是说 换句话说 这个死亡的这个人 他的亲属当然有权利让警方 就是说不要泄露他的家家庭地址 不要泄露他亲妹妹的这个这个 去世的这个细节 这都是这都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呀 所以说 现在我们就是 昨天这个凯尔贝斯的这个料一爆出来呢 不管他是真是假 但是目前是完全可以解释 就是过去这十几天 大家都是迷雾一样 疑云重重的 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警方就是会这么办案的这个原因 这这都都可以解释了 还有呢 就是说 呃 不能够尸检 这个问题也就解释清楚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我是呃 这个死者的亲姐姐 或者说我是他爸爸什么的 那我们家里人不愿意 不愿意我的这个妹妹 或者说我的女儿 遭到这个 人都已经死了 然后还要被去开刀 然后把那个尸体 那个五脏六肺子 全都弄得个乱七八糟 那肯定人家也不愿意啊 这这家属 就是说在他们家属都确认 他肯定是 不是被谋杀 而是意外身亡的情况下 他们当然不愿意 自己亲人 自己亲妹妹 亲女儿的这个尸体 被人开刀 弄得个乱七八糟 被反应 对吧 所以说 就这些疑点 就一下子就全都解除掉了 在过去这十几天里面 所有的这个华人媒体也好 也不是所有 就是大部分的华人媒体吧 呃 会搞出来这这么多的阴谋论呢 或者说是谋杀论呢 呃 有几大 有几件事情 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巧合的啊 我待会会一一的分析 但是我现在先把这个巧合的事情 都作为这个这个 事实 呃 先先抖了出来 刚才上半集里面 我已经说了 那么呃 赵安吉出事的前 一天还是两天 好像是2月9号 美国呢 刚刚宣布了 把这个呃 赵安吉的老公投资的 这个呃 这个IDG 就是大 中国的这个 呃 非常大的一家 呃 投资公司 呃 列为 这个中国的这个军工企业 就军工投资企业 所以呃 那换句话说 美国就已经把他加入了一个 FBI的一个调查名单 或者是怎么样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赵安吉的老公 布雷耶肯定就要立刻划行界限 这是这是百分百的 换句话说呢 那布雷耶可能 已经听到了风声 就是在美国宣布 IDG为中国的军工企业之前 布雷耶应该已经听到了风声 或者是他在在在在此之前 他已经被美国的相关机构 或者是FBI约谈了 那么正因为 就是赵安吉的老公 已经被美国的FBI盯上了 而且已经约谈了 所以说 布雷耶才要赶紧的声明 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跟这个军工企业划行界限 但是呢 这里面就出来一个问题了 就说你布雷耶划行界限了 就是换句话说 就不给中国投资了嘛 对吧 的的确是呢 会让这个 国内的官方也好 老百姓也好 就都会 尤其是小粉红 肯定会不高兴 对吧 肯定会 就是说 那你美国 就是在无端制裁 制裁我们 怎么怎么样 这的确会是有一个 有一个争议的 就是来源的 但是呢 我觉得 就算是这样 也不可能造成 就是 他们去派人来谋杀赵安吉 因为 怎么说呢 赵安吉的这个 这个死亡啊 我可以说 应该是对 对中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啊 你想想看 赵安吉他自己身家就 几十个亿 他是福茂集团的 这个董事长 加CEO 然后他老公 又是一个大资本家 几十个亿美金 然后在中国一年 投多少个亿 我就不知道了 人民币 就是 这都是财神爷呀 那你说 哪个国家的领导人 会吃饱的撑的 把这个财神爷给 给尬了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你如果非要说是 赵安吉是被人杀人灭口 或者说是被谋杀的话 他首先得有一个动机 就是尤其是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高级的管理层的话 他要他要去 而且他如果说是谋杀 他要谋杀的不是一个小啰啰 不是一个在投行里面工作的一个 比如说操盘操盘手 或者哪怕是一个基金经理 哪怕就是一个部门 部门的总裁 什么什么VP之类的 他他要去谋杀的不是这么一个小啰啰 而是一个女传王啊 他完全就是赵安吉 完全就是美国的女传王啊 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全继承他爸爸的产业了 而且他爸爸还跟那个江总是大学同学 所以虽然现在江已经去世了 但是就是说你知道就是他整个这个赵家的家族 跟这个国内的这个高层这个官方 他们的那个connection 他们的那种千丝万缕的那种关系 尤其是他爸爸90多岁了 而且就是这么多年 一直在那里支持中国的这个传播行业 就花了那么多的钱 投资了不知道多少个亿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而且你知道就是国内的很多的那些 大部分的这种军工类的 或者说是普通的传播 就是造船厂 说白了就是国内的很多造船厂 那么这个福茂的原董事长 就是这个90多岁的创始人 他他是有些是间接持股 有些是直接持股 然后有些他是比如说技术转账等等等等 就是他是出了很大的力的 那么对于对于这么一个 就是换句话说 他一直他爸爸一直就是国内的高层领导人的座上宾 都是直接跟这个江他们一起合影的 而且他是紧挨着江的位置上照的合影 那个照片我在网上看到了的 所以说对于这样财主一样的大家族 而且就是几十年来 从七八十年的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 就一直在给国内就属于爱国华销 给国内投钱投资金投技术各方面 然后又跟高层关系非常紧密 就大学同学嘛 然后就是互相非常信任的 这么几三四十年的这么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而且他女儿现在又是这个福贸集团 这家公司的掌权人 实际实际操操盘的人 我觉得就算是不管出了多大的事情 他们也不会杀人 因为杀掉了赵安吉 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你明白吗 他如果要杀撑死了 他如果要杀鸡给后看 他撑死了 他杀一个比如说福贸集团对接 以前对接这个国内的某个企业的一个对接人 比如说一个部门经理 或者说是专门负责投资中国市场的这么一个负责人 他要暗杀 他可以暗杀这个呀 那么这就可以起到这个杀鸡给后看的这个警示的作用 他如果真要这样做的话 他没有必要直接把大boss杀掉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直接把这个大boss杀掉 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我 当然这不仅仅是唯一的一个原因 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只是说呢 但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这个不要说打狗要看主人 而且关键问题就是说 他没有要杀人灭口的动机 说白了就是 因为他这个赵安吉的爸爸也好 还有赵安吉本人也好 他只是出钱出力而已 就是说我在美国是造船的 所以呢我就把我在美国的这些造船的这些经验也好 技术也好 那这也不涉及到国家机密啊 这造船的话 然后呢我就投资给你中国 然后帮助中国来建立这样的船厂 来造这些船 对吧 那他也不 那哪怕比 比如说我投资的这个中国的这些轮船公司 里面可能有涉及到 给这个中国的军队造军舰 或者说是潜水艇或者之类之类的 但是我我个人不认为就是说 福茂集团会掌握到那么高精尖的美国的 就是说造核舰艇或者是军舰的这些技术 我个人认为他是 因为他只是一个商贸公司 他的那些船都是商用船 那个那个完全跟军工类的船是完全不是一个level的 不是一个等级的 就好像你造一架波音飞机和造一架军用的那种 我不知道就是什么战斗机 那完全是两码事 完全是两码事 那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所以说赵安吉和这个福茂集团 包括他爸爸掌权的时候 他们充荡的其实就是一个投资 就是一个财神爷的作用 他真的 他们他们家的家族企业 就是一个财神爷和这个 跟中国和投资合作的这么一个一个作用 我个人认为 不认为 这会涉及到任何的军工的机密 因为他们家也没有这本事 他们要有这本事 他们早就接美国的造军舰的这些活了 可是如果说 打个比方 如果福茂集团真的在帮美国造军舰 造潜水艇 那你想想 美国可能让他们 在30年前就在那里投资中国的航船造船业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那个叫什么 利益冲突 他们是绝对百分百不可能的 而且美国的这些军工的这些造船技术 也不太可能 交给一个华人的企业来做 因为他美国的企业 他都用不完 他为什么要给你个华人 好 这就是我分析的第一点 就是为什么不太可能 赵安吉是被中国杀人灭口 我都说了 他没有这个动机 然后也没有这个 叫什么 就是说 第一他没有动机去杀这个人 第二呢 就算是他把这人杀了 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好处 你知道吗 他把这人损失一个财神爷 然后呢 现在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这个老公啊 叫什么布雷耶 布雷耶呢 他这个投资这个中国的千人计划也好 投资中国的这个 IDG这个公司 然后现在被这个美国 定义为中国的军工的方面的 这个这个叫什么 投资公司也好 那么布雷耶他投资中国 他还真不是说 因为什么政治原因 因为他就是一个资本家 因为刚才我大概看了一下 这个布雷耶的这个履历 他不止投资中国 他还投资那个叫什么 就是南美 南美的那些金砖四国 说白了就是 他的大部分的投资 就在金砖四国 因为你知道吗 商人嘛 他就是哪里有钱赚 我就投哪里 所以呢 那那现在发展的最快的 至少在过去的十年 二十年时间里面 那全世界经济里面 发展最快的 并不是什么美国 或者是欧洲 这些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和比如说英国 每年的那个GDP的增率 也就1%2%就不得了了 但是中国一来就6%8% 然后那个金砖四国 什么巴西啊 什么墨西哥那些国家 更是就是 因为他们在迅速发展当中 所以说他那个 他那个增幅啊 就很很大 那么你在一个 就是正在蒸蒸日上的国家里面 那不就好像你的股票 在蹭蹭蹭的往上涨吗 那如果你是资本家 你会愿意投一只 投一只每年只增速 只有1%的股票 还是你愿意投一只 每年那个股票增速 有6%7%的股票呢 那我商人的话 我肯定是按多 按按这个有潜力 然后增速快的这个这个股票 投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投资股票也好 还是企业也好 还是国家也好 这个商人他计算的那一套 他是不会跟政治有关系的 所以他不会管理 这个中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 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他不会管理这些 我只要把一块钱放到那里 他每年可以给我带来 百分之多少多少的 这个投资收入比 那我就愿意投在那 所以他老公 就是赵安吉的这个老公呢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娶了这么一个中国老婆 所以说他更能够更能够容易的接触到中国的这些投资界 还有这个官方的这些人脉 那么就更加有利于他的投资 另外一方面呢 我说了他至少有50%以上的 主要的原因他之所以会投资中国的这些产业呢 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专业的投资家 而且他很看好这些金砖四国 这些亚洲和这个南美洲 还有这个甚至于非洲的这些新兴新兴国家的这个经济 所以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 那么很多人都说呢 那这个布雷耶在这个赵安吉去世之后呢 这么多天呢就一直都没有发生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大概好像是在前天 布雷耶好像是参加了一个什么金融界的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好像发了一个推特还是什么 还是还是一个instagram之类的 然后就就上面好像就是一个照片就显示了 他在那个活动上 然后当时还有媒体就说 说哎呀说这个男的好奇怪哦 他他老婆刚刚去世了 还不到两个星期 他就在这里发这些不关痛痒的东西 然后连一句关于他老婆去世的话都没有讲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动态呢 我并不认为是因为他不关心他的妻子或者是怎么样 而是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他刚刚发表过他不会再跟中国投资 在在未来的18个月他不会投资 那么很显然呢 他应该已经被美国的官方或者是FBI约谈过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更加的要小心 不能够说错一句话 办错一件事 因为你已经被盯上了 你已经被美国的FBI盯上了 所以即使在他妻子已经去世 而且在他去他妻子去世的时间 和这个地点又是这么诡异的情况下 如果我是这个布雷耶的话 我也会明哲保身 我也会就是说 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 因为他不想引火烧身 说白了就是 因为在这个布雷耶本人还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 因为我为什么突然间判断 布雷耶本人他那天晚上不在农场的这个公寓里 的这个别墅里呢 是因为如果他当时在场的话 那很简单 他就可以直接报警 他就是第一个会采取行动的人 但是呢 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的爆料都没有任何人说 就是 不管是这个地点 还是说那个电话都和这个布雷耶有关 所以我个人我个人认为呢 那天晚上他是不在场的 我认为他是不在场的 所以呢 他也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就算是他可能知道某一些有可能性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也不愿意被绞进来 因为毕竟是人命关天这件事情 而且说实话 赵安吉去世了 布雷耶是最大的受益者 因为他是他的合法的老公啊 那换句话说 整个福贸集团 我不知道老船王有没有定下来 这个遗产的分配之类之类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赵安吉他 他所 他分内的那一份 这个福贸集团的这个 这个股份的话 那就直接就归到他老公的名下了 因为他去世了嘛 那他 他这个赵安吉的老公 布雷耶就变成了 法定的第一位继承人了 所以如果他这时候 万一要是说错了什么话的话 他的嫌疑就更大了 搞不好 人家会说 是不是你杀的 谋财害命啊 对不对 当然我只是调侃一下 不太可能 我只是说呢 我觉得他现在不发声 也不表态 包括这个赵安吉本人 他的爸爸 还有他所有的这六个姐姐 包括还有赵小兰和他的老公 都不发声 都不表态 我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 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大家什么都不要说 然后就按程序流程走 就就对了 因为你不管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家属说了什么 都会被媒体无限的放大 对 所以我是可以理解 就是说 赵安吉出世以后 他的这六个姐姐也好 还有他爸爸也好 还有他的老公也好 都是一言不发 我是非常理解的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不能叫人之常情 但是就是说 从他本身的这个死亡的 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爆炸性的新闻了 所以任何其他 不管是家人或者是亲友 如果再说错一句话 那都是雪上加霜 不知道会把这个雪球 会滚到什么样的地步 所以呢 刚才我说了 很清楚 就是第一 这件事情 我不认为是谋杀 然后我也不认为 是中国派人来谋杀 而因为 刚才我已经说了 他中国如果谋杀了他 对他对中国 没有任何的好处 反而会就像现在一样 就是会引来 大部分人的这个质疑 都觉得他们是怎么样 杀人灭口 或者是怎么样 而且我再说一点 就说如果是真是中国 如果要派人来谋杀他的话 也不会选在大年初一呀 谁会选在大年初一去杀人呢 对不对 你不是说像那个什么什么山东 还是哪里 我忘了 国内那个就是趁着那个大年初一 大家都在放鞭炮的时候 拿那个枪 砰砰砰砰砰的杀人 除了这种 那是属于你知道吗 是农民才会这么干 你说这种最高层的 这种最高层的这些人物 怎么可能选在这一天呢 太招人 太惹眼了 太引人注目了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的 我跟你们讲 谁会那么蠢 我要去谋杀 然后我还赶在大年初一去谋杀呀 而且说白了 就算打个比方 如果真的是中国的官方 想去谋杀这个 赵安吉 杀人灭口 他好歹得给他爸点面子呀 他爸爸90多岁了 对吧 爱国华侨 给中国出钱出力 出了三四十年了 然后我去大年初一 过年的当天 我去把你的小女儿杀了 我告诉你 如果真的是这样欺人太甚的话 传王一家也不是好惹的 你知道吗 我毕竟我虽然90多岁了 我们家家大业大 我们家在美国那么多的产业 我就 你敢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把我小女儿给暗杀了 我就算拼了全家的性命 我也要跟你干呀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他 我这么说 如果说真的是中国官方要暗杀 赵安吉 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找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 甭管 别说大年初一了 比如说选一个 谁也不知道 肯定都大年十五以后 比如说三月四月 风和日某一天 啥事也没有 而且都不是周末 可能赵安吉就开着车去上班 嘣 来一辆大卡车 把他给撞翻了 谁会怀疑到是你 对不对 这样去暗杀 不是更加顺理成章吗 更加不引人注目吗 这才更真正的像一场车祸呀 我要去暗杀 我还在这个大年初一的晚上 然后在赵安吉本人 在他姐姐赵小兰的家里面 然后我 现在你知道 大家说他 说那个 说是谋杀 是怎么谋杀吗 说是在 在赵安吉开的 那个特阿斯的 那个电子操纵系统里面 什么动了手脚 如果说 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 那这个 这个谋杀的这个人 蠢到已经 不是一般了 因为你不仅得罪了 美国的这个船王 船王整个的家族服贸集团 得罪了这个 中国的这个大金主 布雷耶 得罪了赵小兰 和他的这个 共和党的 参议院的领袖 老公 布景得罪了这一大帮 而且你还得罪了 得罪了谁 我刚才要想说什么 说了 就说他不管怎么样 他要 他要谋杀 他不会选这个时间 更不会选这个地点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想要说的是呢 我 目前他的家人 或者说 报警的那个人呢 说的是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赵安吉 是意外身亡 所以他们不进行尸检 但是呢 昨天爆出来的消息呢 就是 我看好像是纽约时报吧 爆出来的消息呢 是虽然没有 就是打开他的身体 进行尸检 但是呢 美国的警方呢 已经抽了他的血液 进行了这个血 血检 所以呢 血液检查也是能够 就是至少能够证明 他有没有这个 比如说 因为现在还有传言说 他可能是不是吸毒喝毒 吸膏了 所以说倒车才会把自己 倒到水里 你知道吗 我刚才想起来了 等我先把这个说完 然后呢 所以 但是血检就可以诚心 他到底血液里面 有没有毒品 或者说有没有被人下药 是不是被人毒死的 有这个血检呢 其实比尸检呢 的确呢 就不用打开他的身体嘛 就稍微给这个 死去的人一点颜面嘛 我刚才想起来 那个我要说的什么 他不可能动 这个中国官方不可能去动 这个特拉斯的这个 这个车子 因为他 如果他敢去这样做的话 他不仅得罪了 刚才我说的 这个福茂集团 这一大堆 包括这个布雷耶 这个中国的 中国人的这个财神爷 他还得罪了特拉斯 对不对 特拉斯肯定要跳出来说 哎 我没有那个行车记录 一样 我们可以显示 这个东西是你们 黑客入侵了 然后导致我这个倒车 刹车失灵 然后这个车掉进去 那你说 哪个黑客会这么蠢啊 你这不是给人 受人于口实吗 给人把柄吗 对不对 所以 第一 我觉得中国去暗杀 赵安吉 百分之九十 是不可能的 第二 就算是暗杀 说中国的黑客 入侵到这个 特特特特斯拉的 这个这个 这个汽车里 把造成他什么 倒车增速 或者是刹车失灵 导致他车祸 更加的不可能 因为你这就是给人 你这就是等于在 光田画日下杀人 然后还把刀地给人家 怎么可能吗 对不对 好现在我尽快的用两分钟的时间 讲完我 我我我推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估计啊 因为现在赵安吉的怀疑 是被谋杀的主要的几个点的 一个就是说 IDG被美国认定为是中国的军工企业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赵安吉脱不开干系 还有一个呢 就是赵安吉曾经做过这个 中国银行的独立董事 他他参与了一项给恒大集团的 海外融资的一个担保 以中国银行的名义 他作为这个独立董事签字 做了这么一个海外的担保 因为他是美国人嘛 那么在这个许家印呢 就因为赵安吉的这个担保呢 在美国还是海外 就得到了1000亿美元的这个贷款 那么现在呢 恒大都已经破产了嘛 对吧 已经清算了 那么这1000亿美元呢 肯定是打水漂了 就弄不回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有有媒体呢 就说呢 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 那么中国的官方呢 就怒了 急眼了 就要杀他 但是我我后来想了一下呢 因为许家印的这1000亿 美元的这个贷款 虽然是赵安吉签字的 但是当时说实话 拍板的话 肯定不会是 就是同意这个这个贷款 的这个担保的话呢 肯定不是赵安吉 一个执行董事 签字就能搞定的 那么肯定还跟这个 中国银行的国内的 这个高层的行长有关 因为没有这个行长的签字的话 1000亿美金的这个担保 这个是谁也拍不了板的 所以 如果中国官方 真的是迁怒的话 应该是迁怒于那个 国内的那个拍板人 那个行长 好像我前天看到消息说 那个已经被 被下课了 还是被调查了 我忘了 那么 而且呢 就算是 中国因为恒大的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1000亿美金的 这个担保的事情 迁怒于赵安吉 他们也不会 杀人 因为杀人你起不了任何作用啊 对吧 你这个1000亿你也追不回来了 所以更加可能呢 他们有可能 就是如果中国官方 真的因为这个 许家印的1000亿的这个事情 1000亿美金的这个事情 然后 不高兴的话 他最多也就是给这个赵安吉施压 他也不会去杀人 因为杀人了 他一分钱落不着 他如果去 比如说给赵安吉施压 说哎你看 你当初在我们中国银行的时候 你给签字担保了 对吧 虽然呢 也不完全是你的责任 但是我们已经把那个行长 或者说涉事人给处理了 但是你也应该要承担一些责任呢 所以说你看是怎么着之类的 对吧 比如说你在跟 给中国让你老公 给中国再投钱 或者是怎么样 他会以这种方式去跟他谈 而不是说杀人 你杀人的话 你一分钱闹不着 你这干什么呢 对不对 对你也没任何好处嘛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个人推断呢 有可能呢 是在FBI 就是调查了赵安吉的老公之后 那么赵安吉的老公呢 声明就说 我不再给中国投资 也不再给IDG投资 18个月 外加 赵安吉签字的这个 这个恒大的 恒大集团的这1000亿亿美金的 这个担保呢 现在又出了问题 所以呢 这两件事加到一起呢 那么中国这边 的确应该是有人会去 给赵安吉 跟赵安吉谈这个事情 就说 那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对吧 现在呢 这个你签字担保的 这1000亿美金 这个责任的问题 还有呢 你老公呢 现在又停止了 给中国的投资 那么 比如说以前已经 谈好的一些投资项目 一些计划 什么这个那个的 就他们 我觉得他们肯定会 拿这个事情 来跟赵安吉谈 但是也不会 就是说撕破脸的谈 因为好像我看到 是谁爆料 好像是那个卡尔 卡尔贝斯爆料吧 说那个赵安吉 是一个资深的中共党员 这个我也不知道真假 但是是一个美国人爆料的 美国的投资人爆料的 说他本人就是党员 现在不管他是不是党员吧 但是这个利害关系 利益关系 这个捆绑 这是肯定有的 所以呢 我估计呢 就是说 国内的官方呢 可能就会要求 赵安吉给一个说法 或者是给一个 可行性的方案 那么 这就是为什么呢 可以解释呢 那天赵安吉是单身 我认为他是一个人开车 去到赵小兰家的 也就是他出事的那个农场的 因为他赵安吉肯定在此之前 跟他老公布雷耶 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然后也肯定 希望他的老公 能够给出一些解决方案来 比如说 你虽然在美国说了 你18个月不再投资中国 那能不能比如说 你暗度存商 你给我一些钱 然后由我的名义去投资 因为你不投资 我还可以投资吗 对不对 就类似的 我只是瞎猜 我只是随便一说 就是类似的 他肯定跟他老公已经谈过了 但是布雷耶这个人 他不会那么蠢的 他不会那么傻 他要做的就是撇开干系 就是 因为他是个美国人 对吧 他不像赵安吉对国内 他还有一种爱国的情怀 而且不管他是不是党员吧 但是就是他15岁 他就在中国表演 对吧 就在中国跳舞唱歌 跟他爸爸一起 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 那就那些童年 种下的美好的这些记忆 他对赵安吉的这个爱国之心 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他的的确确 他觉得是自己造成了 比如说许家印这1000亿 还有包括这个IDG的 投资的这个问题 这些事情的确 他是有一定的责任在的 他会有这种 想要去补偿的心理 但是他老公不会那么傻 他老公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老公投资中国 投资这个印度 或者说投资什么巴西 都是只是看中了经济利益 那么一旦比如说美国这边 找他谈话了 他就会按照商人的 就是精明 他就会立刻终止止损 所以呢 赵安吉即使 即使他的妻子 也不可能说服他 这就是为什么布雷要跨清界限 置之事外 哪怕在他的妻子 已经去世的情况下 他也要跨清界限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赵安吉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才会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开车 去到赵小兰夫妇家 因为这是他最后的希望 为什么 因为赵小兰的老公 是这个共和党的领袖 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 他换句话说 他在他老公 在在赵小兰的老公 在政坛上 还是有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的 我估计 这全部是我瞎猜的 全部是我瞎猜的 或者说呢 叫推理分析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赵安吉他被中国这边push 只要他给出一个解决方案的情况下 而他的老公又 不拒绝合作的情况下 那这种情况 他就只能够去求救于 他的大姐赵小兰 因为为什么 大年初一 他没有去他父亲 如果他如果有求于他父亲 他可以去找他父亲 比如说找他父亲 在国内的高层的那些 官方的那些高层的人脉 给他帮忙 但是他没有 而且我们都知道 这个江不是2022年 已经去世了吗 所以说呢 江一去世以后 他父亲在国内的那些政治 高官方面的人脉 基本上七七八八的 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呢 在此之后呢 他赵安吉的 好像那个 他那个中国银行 那个非独立董事辞职 好像我记得 不是2022年 就是2023年 就是在江去世以后 这也就很说明问题了 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接着说完 所以他那天为什么会一个人开车 去赵小兰家里呢 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个希望 因为他希望赵小兰的老公 能够出面 比如说在这个 美国的这个 这个议会或者是哪里 或者是找关系 能够帮他说上一句话 然后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来处理 这个麻烦事情 一个是IBG 一个是恒达的 这1000亿美元的这个 这个担保等等等等 因为赵安吉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她自己也是这个哈佛商学院毕业的 所以说在面临困难和危机的时候 她肯定会要想到一些商业性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当这种 商业 就是经济 又和政治 搅和在了一起 然后又 因为现在是美国的这个官方 官宣 IDG的这个 是中国的军工 那么就等于切断了 IDG在美国的一切的投资的来源 不仅仅是从她老公这边 包括其他的任何人 美国任何投资家 都不敢再给IDG投资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她唯一能够想出来的办法 就是找到一个正界的人物 去 斡旋 因为只有在 取消了这个IDG的这种官宣之后 美国的投资家 才会有可能把钱投资到 这个 这家中国的投资公司 所以说呢 赵小兰的老公 也就是她的大姐夫 就成了她的最后一根救命闹草 或者说她的希望 那么 这就是我推测 或者说推理的 你也可以说是我纯粹瞎编的 你就随便听就好了 那么 我估计那天晚上呢 就是因为借着过年嘛 对吧 那肯定大家都是一家人 高高兴兴的在那过年 但是为什么 后来赵小兰会在 半夜11点多钟 或者说 她既然出事12点零几分 那我估计她应该是11点以后 比如说11点半 或者11点45左右 离开的赵小兰的和她老公的那个 那个别墅 然后开车 想要回家 也就是说快到12点的时候 她开车想要回家 但是这个 这个地方 我就没有办法去推理和分析了 我只能是说呢 百分之百 赵小兰和她的老公 都不可能答应赵安吉 今天晚上给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请求和 希望他们帮忙 帮赵安吉本人的忙 来解决这个大麻烦 因为不然的话 她现在在中国官方这边 她在中国这边就很难做 她是背负了 肯定是背负了非常大的压力的 1000亿美金的这个担保 的确是她签字的 她是脱不开干系的 虽然她可能用不着还这个1000亿 但是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她是真的 她感情上是对中国是非常 attached的 就是 所以她还是希望能够帮助 中国解决这个巨大的问题 这么大的一笔资金的问题 外加还有IDG的问题 但是赵小兰和她的老公 绝对不可能答应她 绝对不可能答应她 就算是她的亲妹妹 他们也不可能答应她 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 对吧 因为你这个就已经超出了 哪怕是亲人 哪怕是亲姐妹之间 我能够帮你的这个底线了 对吧 因为这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了 已经上升到 这个叫什么 我就不能再细说了 对吧 大家都明白 所以说呢 他们夫妇二人 肯定是那天晚上拒绝了赵安吉 那么在赵安吉情绪 要么是非常沮丧 要么是非常激动 要么是非常愤怒 要不然就是不 非常的慌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这是她最后一条路 然后她现在是走投无路了 但是我仍然不认为 她会在这种情况下自杀 所以说我更加认同于 她可能的的确确是出了意外 就是她在开车的时候 倒车的时候 她很可能忘了 自己是在倒车 她踩了油门 我这是我 纯猜测 纯猜测 我只能说 在她本来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到姐姐家来 过这个大年初一 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年 然后她希望能够说服她姐姐和姐夫 来帮她渡过这个难关 但是被她们无情的拒绝 她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之后 她这时候的心里 她是非常的愤怒 或者是非常的激动 或者是非常的沮丧 或者是怎么样 她的情绪是非常大的 那这种时候 人在 人在 就是说 突然丧失理智 或者说 她情绪非常激动的情况下 很容易 比如说 她本来是要开车 过那个桥 然后回家 对吧 她本来是要加一脚油门 她可能莫名其妙的 就挂成了倒车广大 然后就变成了倒车 把自己开进了湖里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是我认为 比较大的一种可能性 我只能说60%到70% 我认为是这种可能性 不然的话 她不太可能是因为什么 特斯拉机器出了故障 或者是晚上天黑 她看不见倒车之类的 因为说实话 她那个车子 从那个 从那个 比如说她停车的位置开出来 要经过一个桥 她可能就绕一下 怎么样 就能够过去的 我觉得 就算是倒车的话 可能就到个几十米 她就能够穿过去了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 她是踩错了油门 或者是怎么样操作 比如说那个档 就没有推到顶之类的 当然现在可能都是自动驾驶 我也没开过特斯拉 我也不知道 就反正就类似的 比如说按错了一个键之类的 趴击一下 一踩油门 把自己给弄到那个河里了 而 我认为 报案的人之所以 没有那么及时的报案 很可能他们当时一时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可能是听到那个车 掉到水里的声音 可能那个声音 然后你知道那个室内 如果它的门窗都是关着的话 那个车子掉到水里的声音 不会很大的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可能未必都听到了 这个声音 那么后来他们是怎么个 我觉得在想 有没有可能是 他们后来打电话 然后发现赵安基没接 或者说是赵安基 掉进水里以后 赶紧拿手机 给他们打电话求救 反正这某种情况吧 然后他们才知道 哦 原来这个赵安基的车 掉到这个水池里了 然后才赶紧打这个报警电话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赶过来的时候 那个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开车也得十几分钟 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就 在车里面就窒息身亡 或者是进水 然后就 对 就就没有抢救回来 我个人认为 就是我的分析过程 就是这样子 我认为这是一个意外事故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 他的亲姐姐 还有亲姐夫 都要求警察 不要去 不要去什么 开尸检查什么的 因为这整个事情的话 他们是知道 整个事情的过程的 就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应该就是一个意外死亡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 暴露他们家的家庭住址 或者说是 就是叫什么 尸体解剖 这一切就都不重要了 好 我花了46分钟 终于把这一套讲完了 我要休息一下了 然后这就是我个人的分析 而我说了 我所有的这一切分析 都只是我个人的推测而已 因为事实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呢 从目前看到和收集到的 这个资料来看呢 我认为这个分析 比他被谋杀更加的合理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